我季賽對他好像聽說是九之靈 所以你也對他頭痛嗎 都打不好 但是要到蠻多保送的 那那一球是怎麼樣 逮中他的石頭球還是怎麼樣 他沒有石頭球 那一球是我記得當時好像陳連紅在一壘 那我想廖宇辰可能是要丟內角直球讓我就是擠壓 然後看能不能形成雙殺這樣子 那我也是抓他的一個持久胎兵去攻擊 那就是可能剛好就是也被我逮中這樣子 其實我們知道說小破不管是在這個例行賽啊 或是季後賽啊 甚至在總冠軍賽 其實表現一直都很穩定 而且我們不得不提的就是說 他的手背功力真的是非常優異 其實我們的那個主播羅國珍啊 在之前去問小破的時候 他就是在稱讚小破啊 他是一個這個怎麼樣 站位子的高手 到底是不是站位高手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這則新聞 小破流富豪 手背一流 常常在外野神出鬼沒 連隊友都佩服得不得了 就打到他那邊 小破你怎麼守在那邊去啊 就很小奇怪 他到底在想什麼 可能他都很了解吧 對啊 他那個第六感比人家還好啊 他什麼感覺 對啊 你是什麼感覺的啊 應該就是央身都擋在我前面 所以我只好往界外那裡躲啊 高光圈又太大隻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要閃他們的人 然後剛好球就打過來 其實小破能夠精準判斷迅速到位 可是做了不少功課 溝通一下就是大概我的配球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他就是 他也是很認真的一個選手 就會透過這些資訊 然後就是加上他在球技中的一些經驗 然後下去做站位的那個移動這樣子 我覺得他總是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位置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外野手 真是球隊的一個幸福這樣子 好啦 我們羅國珍稱讚小破是站位高手啦 那我們剛剛看完那則新聞之後 也要跟小破來聊一下 為什麼你總是能掌握得這麼好 就是當打者還沒有出棒的時候 你好像位子就已經站在那邊等他了 為什麼 你有特別去做研究嗎 這個有特別像苦心去研究 有自己手外野累積下來的經驗以外 就是有特別去注意一些細節 對 譬如說像是什麼細節 那我們那時候之前在問你的時候 你說天機不可洩漏 因為總冠軍戰還在打 如果現在講出去的話 到時候這個打者可能會閃躲 或是怎麼樣 其實沒關係啦 他也不一定會打到那裡 OK OK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譬如說像是恰恰 恰恰上來打的時候 你大概會站在什麼位置 基本上他是長城的攻擊選手 然後而且他又是右半邊攻擊的選手 所以在手右外野要特別注意 基本上都會站比較圓 都會站在靠近Warning圈的位置 不過呢也會 其實也會觀察一些細緯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今天投手的球數 對他的配球還有局數 甚至是這次總冠軍賽很 讓我印象很深刻是有好幾場都是風 非常的大 對沒錯 而且都是吹右外野 那也看得出來恰恰應該是 也會覺得說打右外野 就蠻有機會可以形成長打的 那自己會特別注意這個 然後就會在站位上做一些調整 當然也不是說恰恰這種長城炮火的選手 也是都要守那麼後面 我也可能會守前面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在投手的 也是投手的球威 球路要夠猛 然後 然後 好球數也有差 對 局數也有差 那如果說像是 比如說像是陳江河或劉耿興這種 忠誠炮火的選手呢 你會站在哪裡 會比較前面 然後他們可能也要看他們 其實有時候要注意他們的習性 比如說他們可能壘上有人的時候 有嗆死的時候 他們的打擊策略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有的人會比較推打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 藍六雄的十字尾我那個好朋友 他就蠻會推打的 那我總是可以比較站到 比較他落點幾率比較高的地方 有趣 接到他的球 時常都是被他打電話來 真的嗎 他會打電話來跟你關切一下嗎 稍微跟我講一下說 可不可以不要站在那邊 他會跟你講說可不可以不要站在那邊 對 可見的小破真的是有研究過對手 比如說球的落點啊什麼的 你都有做一番徹底的研究 所以你是不是常常打完比賽回去 可能都會看比賽 再看重播 看到半夜嗎 會嗎 看重播多少都會看 然後主要是看自己啦 但是他們對方的打擊者的習性什麼東西 我通通就是先都記在腦海裡面 他們的習性其實說要改也不容易 對所以大家會固定 所以我們說小破的那個頭腦是電腦對不對 打者有沒有 四隊的打者 其他三隊對手打者的習性 其實都記在頭腦裡 這也可以證明你真的是一名非常認真的選手對不對 是希望說 站位的選擇的話可以多接到一些出局數 然後替球隊多殺一些出局數的話 是多一些貢獻 比如說像有的球場 他的界外區可能也比較寬廣 對 那有些選手很容易打一些界外高飛球 那如果你所謂站位置好的話 那些界外球變成是接殺球 其實那些界外球都可以接得到 那如果你讓他就這樣子掉下來變成界外球的話 其實也蠻可惜的 如果你能接到界外球的話 把它形成出局的話 對投手的那個壓力跟貢獻也是幫助很大 我突然想到一點 一樣是身為這個外野手 這次在這個系列戰當中 覺得周思琦的表現 他借了幾個蠻漂亮的驚險的球 沒錯 幫兄弟相守住 也斷了我們一些機會 對我覺得他這次的總冠軍賽 手臂表現得很好 那我們知道說剛剛提到的是在手臂部分 那至於在這個攻擊部分 我們知道說小破 你之前一開始加入職棒的時候 其實不是這麼有長城炮火威力的 但是後來怎麼樣去調整 讓自己就是可以越打越遠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自己的優點是 手腕的運用的速度還不錯 所以不希望說讓自己變成一個比較容易推打助攻型的 因為我覺得在棒球這個運動當中 身為打擊者的人 我覺得是要有一些長打火力 比如說像現在美國職棒他們都會比較注重長打率啦 上壘率啦 那樣子造成破壞力跟得分會比較有效果 所以我會希望說不要就是把自己的力道盡量去展現出來 然後雖然一開始會有一些不穩定 打擊上的不穩定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辜負爸爸媽媽給我這樣 還是要感謝爸媽就對了 對 就是優勢啦 OK 那我們剛剛有跟小破有聊到 到底小破是如何從一名中長城炮火的選手 變成長城炮火選手 我們趕緊來看看小破是如何練就的 弘醫師外野手劉福豪以身形來看 撐不上大炮型打者 不過小破一出手 絕對要讓球迷知道什麼叫做一棒擊成對手 劉福豪在中華職棒六年全力打工力逐年增加 今年更是熟度攪出雙位數成績 生涯累積了四十發的紅不讓 小破並非忠心棒刺打者 但是當對上主炮缺陣 小破靠著優異的打擊能力 仍然可以撐起第五棒 由此可見 強打能力獲得教練團肯定 小破今年的長打率0.44 順利年來第二高 至於職棒十八年 長打率還高達0.5 該年攪出25支的二壘安打 今年季初小破因為肋骨傷勢 缺席了好一陣子 不過一回到場上 馬上就有好表現 強打表現依舊亮眼 看來手套上秀的練舞奇才四個字 絕對不是蓋的 YT新聞綜合報導 好其實我們之前 在球場上有問過小破 小破是不是很 對於這個主場魔咒這個話題 是不是感覺到有點頭痛 是嗎 其實身為師隊 一直被這樣子講 我們也是 我個人啦 我個人聽的是覺得 很想要破除這種東西 你去年的那個 就是瘋狂的時候 你就會講說 誰說我們有主場魔咒 對啊因為耳邊就是看到的新聞 一直一直在談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身為師隊也是很想要破除這個魔咒 不要再讓大家覺得好像我們是會這樣子的 今年真的破除啦 第一場比賽選在台南 沒有輸球耶 對啊 贏球啦 所以我才說希望總裁 我們的老闆林總裁可以就是 我們沒有這個魔咒的問題 所以 是